好 在案情部分我们看到在压的三名军事官呢 焦宝回到部队之后 那么刑期可能最重的是陈一勋 他已经回到了拦纸部 而部队担心他的身心状况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指派了专人要随时注意他的状况 另外这个六军团的指挥官陈全官他也规定 何江中等人只要是休假离开营区 必须要由家属陪同不得单独行动 蓝阳作战指挥部外军队仍是处于警戒状态 陈一勋15万元交保后已经回到拦纸部 对于涉及领略红中秋致死的陈一勋交保 已经引起社会公愤 但是在拦纸部里似乎是因为军方下达封口率 对于陈一勋的状况士兵三间其口 有听说这一号人物现在来拦纸部 没有 都没有 所以在里面还是一样正常的操客 正常的 对啊 一样 所以大家里面也没有在传 没有也没有在传 也没有听说 由于陈一勋未来还必须继续面对审判 甚至有可能被判重刑 因此部队不敢大意 所以有人跟着他 有人陪伴着他嘛 对不对 有人陪伴着他 他现在有给他任何的职务吗 所以他还是恢复介护室 在职务 就不是了 陈一勋回部队第二天仍然是早上五点半起床 饮食恢复正常 也跟其他睡兵一样正常操客 但是没有恢复过去借务室的职位 而且有专人随时关心他的身心状况 目前家人都希望他留在营中 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因此陈一勋暂时不会休假离营 除了陈一勋返回南洋指挥部副旅长何江中 也调离原部队 已经到陆军六军团指挥部报道 目前何江中神隐在部队营区中 未来可能选择再营休假 不敢离营区 曝露行踪 也担心家属遭到媒体打扰 陆军表示会掌握三人在军中的生活状况 虽然他们可以休假回家 但陈一勋每天要到派出所报道 而六军团指挥官陈全官规定 何江中 徐信正 范左线三人 只要出营区就必须由家属陪同 而且为了避免媒体拍摄 一定要坐车出营区 出了营区也不得单独行动 军方会随时掌握三人的营外状况 中天新闻 宜蘭台北综合报道